知道這個網頁裡面,它的規則一定是如果點選什麼 點選1到1到1到1頁,它就上面這邊,Index Page等於1 那如果等於2等於3頁,就這邊其實你可以加一個變數 讓它可以怎麼樣,每次都抓不同的網頁 並且把它放到我們的Excel裡面 那其實就可以足以足以的完成,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樣 來做這個動作 第一個當然你先了解一下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把我們看到的 這個網頁上面的資料放到Excel,其實特別注意 你也可以用複製的,不過你可能要複製,像有些同學每天都複製的話,你可能要這樣選,選又過頭,很難選 所以其實你可以知道按複製,複製之後貼到Excel其實是OK的,可是問題你要做57次,而且貼的話還不是那麼容易 容易有一些格式一起過來,所以你還要記得要用選擇性貼上,只有文字 那如果我不用這個方法的話,其實在Excel裡面提供了一個方法,它叫什麼呢,我把它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第二個的話,你可以利用資料裡面一個叫從Web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你的資料是在網頁上面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Excel裡面有一個這個功能,那這個功能主要的用途就是說可以幫你抓取網頁上面的資料 但是特別注意喔,它從Web裡面沒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它那個從Web是抓那個Web網頁,這個Web是網站 網站裡面的網頁的表格喔,特別注意喔,它是去幫你抓表格喔,所以如果你要抓的資料不是一個表格的話 那很抱歉,它沒有辦法抓去OK,所以特別注意喔,這個從Web是抓網頁上的表格啦,所以應該正確的 它的意思是抓那個表格部分,那怎麼抓,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先找到我們剛剛這個網頁,我們 可以先試抓第一頁,第一頁的話,它一定是,你們待會就點什麼,點第一頁 點一下這個網址,然後它這個index page一定是等於1 OK,那我把這個網址先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呢,接下來如果要抓第一頁的話,你可以從資料從Web OK,然後呢,把剛剛的網址貼到哪裡,貼到這邊來,貼上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它這個從Web 這個背後呢,基本上就是做什麼事呢 它基本上就是幫你把那個你的IE瀏覽器 幫你打開來,然後你給它一個網址 當然按個到好了 那接下來它會做什麼呢,它會幫你把那個網 那個網址裡面的網頁,幫你把它全部叫出來 可是呢,因為這個瀏覽器,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有些JavaScript會發生錯 不過不用管它,你就按4就好了 反正一直按4 讓它直接就跳過,若不執行也沒有關係,按4 最後的話呢,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就是說,因為我剛剛講網頁裡面的表格 所以呢,什麼叫表格 它會在那個表格的 左上角有沒有 會出現一個箭頭,表示說 你要的表格在哪裡 那你其實就是什麼,點選這個,比如說我要的表格是這個 你就把這個表格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你就把這個打勾一下 欸,這邊就,這個是我要的表格 然後你就可以按下什麼,匯入 接下來它會問你說,你這個表格要放哪裡啊 OK,那我們要匯入 匯入之後的話呢,我就直接把這個表格放在哪裡呢 放在A2的儲存格裡面 A1,放A1,按確定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他就幫我把資料給下載下來了 不過呢,會有幾個問題發生 第一個就是,你會發現 這個是多餘的列 多餘的列 所以,理論上怎麼樣 我們應該,最後把它下載完之後,把多餘不要的列刪掉 可是如果說你是用人工來做的話 那其實很麻煩 但最好是你用LBB來刪除 可是目前的話,當然我們已經把第一頁給下載了 可是問題來了,我希望第二頁幫我放在這邊 繼續下載 第三頁,繼續下載 全部下載到這個工作表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OK,那首先的話,你可能需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 用的是這個存web的功能 但是如果說你每一次 都 第一頁OK了 可是1到57怎麼做 其實你可以 把剛剛的動作 用錄字句席的方式 把它錄下來 那錄下來之後 只要改 一個 這個 變數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i for i 等於1到57 有沒有 然後呢 它就會自動幫我怎麼樣 幫我把那個 就是第1頁下載完換第2頁 下載完換第3頁 一直幫我下載下來了 OK,那怎麼做 首先呢,你們先試著利用那個資料 從web 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動作 再 做一次 然後呢 利用錄字句席的方式把它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的話 再來就修改程式 改成什麼地方 大概改兩個地方 一個是回圈 for i 等於1到57 把index page後面那個數字 把它改成一個變數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就是 我們如果下載第1次的話 那放在a1 可是如果你第2次也放a1的話 它會把 這邊的範圍 擠到右邊去 也就是說你一直下載 它一直擠到右邊去 可是我們要的應該是什麼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有沒有 最下面 的 下一列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把那個a1 本來放a1對不對 第一次放a1 那之後的話呢 應該怎麼 再讓它往下放 所以往下放 怎麼放 可以盤錯向下 然後呢 再把它加1 也就是91加1 可是我們要怎麼知道那個最下面 其實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 追蹤的方式 追蹤到之後的列把它加1就可以了 這個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然後並且 錄製聚齊 所以錄製怎麼錄製 其實就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錄製聚齊 然後這個聚齊也許什麼 你就寫一下 就下載那個大樂透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把這邊 錄製大樂透 下載 OK 好 那一樣嘛 前面講過 錄製的方式 按確定之後 1 資料 從web 2的話 把這個貼上 剛剛的網址 記得喔 一定是inded page 等於1 這個可能要稍微check一下 到的話呢 就把它一直打勾 按確定就好 然後把那個 你要的那個 表格打勾就可以了 你要的表格 在這裡 打勾 然後放在a1 匯錄 然後到a1 按確定 好這個時候資料已經下來了 就把它停止錄製 這樣就OK了 然後 聚集裡面呢 再把剛剛錄完的那個叫大樂透下載這一個 聚集編輯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我們的程式基本上 主要改幾個地方就OK了 特別注意喔 關鍵地方 這個是下載一個 其實如果你要下載那個 總total有57額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地方的e有沒有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也就for i等於1到57 OK第一個地方要改了 第二個要改的地方就是 你要把什麼 這個 Destination 有沒有 Range A1有沒有發現 那他這個e有沒有 如果第一次是1 是OK 可是如果第二次的話 應該是向下追蹤 再放到呢 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所以我要怎麼樣去變更這個 因為這邊可以把它變成R R去追蹤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錄製好之後 再把它做一個 VBA的修改 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所以改兩個地方 然後再執行它 1到57頁全部都下來了 這個好處就是 當然第一個啦 你不用手動自己一個個慢慢下載 第二個的話 下一次如果像你每天都要下載 某一些網頁的話 那你說真的啊 你真的太累了吧 每天都要自己手動來一遍 所以喔 現在很 很重要一點就是說如果你要下載的網頁數量非常大 超過你人工可以負荷的 那你絕對要學一個叫 這個 網路爬蟲 其實這個就是網路爬蟲的基礎 那網路爬蟲 不是說 只能用那個 Excel 這個VBA用這個方法 其實還有很多工具 像Python現在很 很夯的 這個語言 其實他也可以做到 只是說如果你 暫時不用學那麼複雜 因為Python畢竟難度會比這個高 蠻多的 那你暫時用這個方法 其實就足乎你 工作上的需求的話 我建議你直接先用這個就好了 OK 其實兩者 兩邊其實很多地方是雷同的 只是說 操作的方式 大概有一點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 在 Excel裡面有這個東西 你就至少 可以用 你就先用這個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 找到雲端白板上面有個 叫大樂透的那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雲端白板的一個 檔案 你就把它開 裡面有個網址 叫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程式 大樂透歷史 這個可能在 雲端白板裡面的那個數學函數 數學函數裡面有一個 叫做 你們往下找了 大概在中間的地方吧 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你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裡面的 這個 第2行 就是一個網址 你就連結 其實就是這個 那 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看一下 它連結過來的話 其實就是indage page等於1 其實你就是直接把這個網址複製 貼到 那個Excel裡面從未聞那個部分就OK了 那你先練習過之後再錄製去期看看 待會的話呢我們實際上就是把錄製好的去期 再做一個修改 其實就可以 一件 把1到57頁全部一次全部把它下載下來了 OK請各位試一下 拜託 練習太平安